大家好,今天分享一个五花肉好吃的做法 五花肉切成这样的小块,冷水下锅 先进行焯水 里面放入姜片 小葱 料酒去腥 开大火把锅中的水烧开 先搅拌均匀 水开之后,再焯水五分钟 上面有浮沫,及时把浮沫撇去 擦好水,控水捞出来 先放在案板上 肉块有点厚,从中间对半切开 像这样子差不多,两公分厚度 锅中倒入少许食用油 把刚才切好的五花肉片放入锅中 用小火慢慢煎制 煎制定型,呈焦黄色,就可以控油漏出来 上底油,放入一把冰糖 把冰糖炒至融化 炒成这样的枣红色 接下来这一步如果怕碰到身上,可以先关火 再放入干辣椒,香叶,桂皮,大量 把这些香料炒一下 炒出香味 紧接着向里面放入开水 五花肉下入锅中 这个水量一定要没过五花肉 里面倒入一勺红烧酱油 先搅拌均匀 锅里水沸腾以后,就可以转成中火 盖上盖子炖煮25分钟 时间到以后 现在就可以开始调味 里面放入一勺食盐 翻拌均匀 这个里面的香料可以剪出来了 桂皮,香叶,八角,全部都剪出来 再继续炖煮20分钟,瘦一下汤汁 把锅里面汤汁瘦得差不多了 肉也比较软烂了,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非常简单的而要好吃的炖肉就做好了 这样做法好吃不腻口 软嫩又入味 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做法 就收藏起来试做吧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